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,咱们回来了啊 这个现在又是来攻击了 攻着大楼的网,攻我们YouTube 然后呢,各个方面想尽办法搞破坏 这就是我当初所说的 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胜利 他们的恐惧也是我们的工具 也是我们的武器 干嘛那么恐惧呢? 而且用着一个国家的力量 来对付我这一个老百姓,是不是? 这个爆料的人多了,干嘛对文贵这样子呢? 一方面说明文贵的爆料是真的 另外一方面爆料,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恐惧啊 这个大家,我相信有任何智慧 有一点正常思维逻辑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就这几天来,这个这些地产商们啊,这个非常积极的啊,这个想做拿利益 给我做交换,希望我不要再爆黄烟,不要再爆北京归尾了 他们都明确的说,他们也恨黄烟就是,但是呢,他们不希望我再爆了,担心真的重要查写 大家都是麻烦,我想在这说两句的事情,真的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公民啊,有网友有推友说不要叫老百姓叫公民 这位推友你的意见我收到了,但是你这是错了,中国叫老百姓更亲切 如果是自信,把我们自己当人的话,你不要在乎人叫你老百姓是公民啊,不重要 我们习惯是山东人的这种口头语,老百姓就是善良普通的公民,就叫老百姓 就是我们老百姓都太善良了,大家就是说发奇迹,这个一天两天,生气上几天都过去了 真的是成了我们老百姓的懦弱,我们老百姓的善良,我们老百姓的爱国,成了这些盗国贼们手里边最强大的统治我们的工具 这是我们的悲哀,就像我刚开头说的,这些人明确说,郭文贵的事一个月两月就会消停了,烟消云散 老百姓都是管自己家事儿,谁管这事儿,所以我想说的是,这些地产商害怕,不是因为黄药好 也不是因为跟黄药,他们多喜欢黄药,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事情查出来影响自己的利益 这是他们害怕的,这是他们担心的 可是我们老百姓,就不能知道真相吗?我们不应该知道真相吗?北京这上一平方米的房子都怎么来的呀? 这不是个小事儿啊,这是上一平方米的房子啊,老百姓付了多少钱啊? 还有多少人要打工打一辈子就要来为这个房子付钱啊?我们这个通州的房子,大家就是不能去到通州看看吗? 通州那家关键的地皮是谁买走的?他怎么那么聪明啊?他怎么那么早就知道通州那块离啊? 熊湾在过去的16个月啊,16个月以前的那个计划,基本初步形成,16个月以内是谁盖了那些顶天大楼? 有一个小区盖了46万平方米,昼夜加班的盖。他是神仙?跑了那熊湾去,就能盖那么多楼,而且卖那么贵,他们盖完还不卖。 头一段时间开始卖。他是谁呀呢?这样的不是地产商了,是地产精啊!可以做地产精啊!你可以到纽约来搞搞试试。 你到文春搞搞试,怎么只能在熊湾港呢?这不就是内鬼吗?这内鬼偷的谁的钱呢?偷的老百姓的钱呢? 这一弄就是几十亿,几百亿啊。就是潘石屹先生,我先拿个例子说, 你的容积率是五倍呀!五倍呀!五倍什么?概念五倍呀! 长安街上还有谁是五倍呀?谁容积率是五倍呀?而且关键是长安街上允许谁盖住宅了? 允许谁又住宅还可以当写字楼啊?这规划中的要点,规划要点和长安街一切都是不匹配的。 而且那块地本身过去是有污染的,那是严重污染的地啊!买了搜后的, 现在搜后的人,大家去见外搜后去查查,那块地原来是一清的地,那是有污染的。 到底是怎么处理的?怎么过得环平啊?环境保护啊?环境评估啊?怎么处理的这个污染呢? 这不是你潘石屹先生戴上眼镜,往那儿照个像就是,就能解决了的。 然后说,我要搞艺术建筑,建筑艺术,文化建筑。 这文化建筑啊,你跟这个地啊,和污染没关系。和地的来源没关系。和你这五倍的容积率没关系。 黄燕当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,是谁给你批的?为啥给你批啊?我从长安街南边往西,咱下个轮子,挨个说,挨个楼说。 然后从北边再往,走到西边,走到那个凉箱那儿,咱再往回转,咱往东说,从北边长安街,除了天安门咱不说,太早了。 咱往东说,挨个巷子,看看哪里边有问题。我想说的事情,既然是凡死,既然是搞死。 不搞腐败,这么核心的领域不搞,为什么?在保护谁? 北京这么大的一个首都,没有腐败,还都升官,还都发财,下一步还要管我们20年。 这是什么情况啊?就是我们要继续像他被蒙着,被捕上嘴巴,蒙上眼睛, 然后给耳朵塞上,让我们再活20年。 今天在推上的朋友平均大概都在40岁左右,他年龄大的不上推,也不上YouTube。 然后大多数30岁到45岁之间,那再过20年,我们今天看我这个节目的人,绝大多数都60岁70岁了, 剩下跟你的儿子和孙子来受这个罪了。 这不是开玩笑,黄燕女士的整个归伟现在,所有跟她工作人这几天干什么? 其中一个已经调到了东城区的,那个朝阳区的,还有一个西城的, 拼命地想销毁当时规划当中批项目的,有关市领导和黄燕的批示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,我都知道。你把那些都销毁,你都给篡改。 那楼呢,你能给搬掉吗?能从长安街里拿掉吗?能从这个北京各拿掉吗? 北京那个奥银村,北居,叫世茂天林。 世茂天林啊,是这个上海的家房地产开发的。 这个世茂天林是什么时候买的地? 这个地怎么盖到了北京的奥银村公园正核心最北边? 房地产的价值从3万直接到8万,容积率增加了3.5倍。 从过去的1.5,直接变成了6.5。 违章建筑,大家又达1。 所有北京的买了世茂天林的,大家去看一看,奥银村北区。 黄燕银,你是在那拿多少钱?你自己心里有数。 怎么批勒的规划,你心里有数。 机场周围的几个别墅区四合院,都是黄燕银村搞的。 你老公搞的,你拿出多少钱,你心里有数。 那一弄就是100万平方米啊,80万平方米啊。 其中一个地产开发商,在香港半岛酒店,买世界上最大的珠宝, 叫One Cliff,叫什么万亚,什么宝中文我不知道。 那一次就花6000万给珠宝送给你啊。 就因为你喝酒的时候你说了一句,你喜欢。 你把你可爱的小手这么一抹吧,一捋吧。 这个人就几千万啊,海南的一个朋友,当时去买的。 还给他打了10%的折扣。 在半岛一楼,爱马仕对面的那个店,西南角。 这个一个地产开发商给你吃顿饭,你就这么一小手, 你这个能怀孕的小手这么一摆吃,这就6000万。 可是老百姓要给你6000万,他付出多少啊? 这60个亿,我大概评估一下。 他最起码从你这拿走的几十万平方米。 几十万平方米的房子,老百姓得付多少钱啊?上百个亿啊。 所以说,这几天来,黄燕同志的利益相关者, 真的是对我造成了极大的骚扰啊。 我都忙不过来了,有很多都是朋友吗? 有什么害怕的呀?其中一个哥们儿跟我说, 文贵啊,咱们这么多年了。 确实,黄燕这家我们都恨了。 但是,你这么一搞,我们大家都管。 你需要钱,我们给你钱。 你要觉得削相,咱给你弄相。 你要啥给你啥,就别折腾了。 听起来是挺人性化,挺有道理的。 我问这位朋友,我说我今天已经向所有的社会, 这么多人,我点了那么多人。 我说我揭发了这些腐败。 我就是为了让哥们儿爽吗? 就你为了给我点东西吗? 你那点东西在我这能算东西吗? 我为了东西能干这个吗? 然后有人说,现在你只要回到中国来, 他说你从机场走到三环, 你甭说到你家四环了。 他说,这光摆着桌子砸死你。 恨你的人太多太多了。 你对付的不是一个黄雁, 也不是一个海航, 也不是一个金融机构, 也不是一个阅文海, 也不是一个河南落降。 最重要的事情, 他说你是触碰了一个个利益机关的。 你就不害怕吗? 你吐啥呀? 那推网上都在骂你啊? 等你把这些大家的胃头都掉高了, 你敢有点失手, 那推友把你吃了, 你吐啥呀? 听起来是这个道理。 我在这想, 再给这位朋友啊, 我再说一遍, 包括很多朋友啊, 给我说的这话。 郭文贵坐在镜头前的时候, 早就有思考。 我要想让谁舒服, 我想做给谁看, 想让谁待见我, 或者指望谁帮我, 那我是个傻瓜, 我干这事。 我是对的是整个这个体制内的弊病, 贪腐集团, 盗国贼们。 我不在乎任何所有, 包括推友们, 你们怎么看我, 怎么评价我。 每天我都能收到这样那样的信息, 我在乎是这个吗? 我只在乎有智慧的, 有良心的, 有良知的人知道真相。 我只想知道这些被害, 让这些被害的人, 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, 不要被人家害了, 被人家骗了, 还敢恩戴德。 我只希望这个社会不要再多的郭文贵的事情发生。 我不希望那盗国贼们再绑架我们的孩子, 我们的未来, 二十年, 三十年。 我在乎谁怎么看我吗? 我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吗? 我不在乎他, 我在乎我能坐在这儿吗? 我过去三年被博训、韦石、胡舒立女士、熄诺、编了各种瞎子, 把我妖魔化成那样了, 我在乎吗? 你还能把我说啥样呢? 你们说来说去, 一个国家机器对着郭文贵造谣, 录了那样的视频, 你说我杀人, 杀日本人, 强奸员工, 还早歇啊, 三习啊, 谁占郭文贵谁是坏啊, 连我跟那李友吃包子都成罪了, 你想想, 还能把我说出一样郭文贵是真正有罪的, 有犯法的事儿吗? 我等着你们出牌呢, 我挑战的不是你皇家一个人, 我也挑战的不是你约文海一个人, 也不是你仅仅的海航陈锋王剑你们这个腐败。 我要挑战的事情, 是整个这个国家这个机器已经被盗窃了, 这是真正的可怕, 那北大的学生, 那北大咱们现在整个北大, 这个林建华校长, 我希望你们听到的啊, 林建华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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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还有书记好评, 整个北大呢, 总共, 我们三万多个师生, 三万六千个师生, 六千个教师, 三万多个学生, 每年, 这三万多个学生里面是多少学生, 是特招来的, 你们知道, 你们有一个特招生, 就不是说一个求人家的孩子, 上不了学, 可能是N个家的孩子上不了学啊, 可这些孩子的家人, 拿一辈子的积蓄, 精力, 时间, 起早贪黑啊, 就是培养这个孩子, 你们就改变人命运了。 关键你这个孩子来的, 如果也是个人才, 他也算是我们肉烂仔锅里, 也是我们中华的未来的精英, 也行啊, 不是的, 这些人可能很大程度上, 在未进学校以前, 已经被那个臭毛屎坑的钢, 已经染臭了, 染透了, 就像那个武侠角说里边, 那个东邪西途给弄的那个肉尸丸一样, 人尸丸, 人的尸体已经弄了这个丸子, 让你吃了, 你就要永远听他的, 这只能是坏中更坏, 是一个整个的灾难的延续, 丑恶的延续啊, 那么一个国家, 听说过哪个国家像这样, 他的老板是国家, 他的老板是人民, 人民给他送孩子, 国家给他钱, 结果你北大现在干嘛, 搞方正集团, 方正培养出一个学生, 都去走仕途当官, 当律师, 结果你们就培养, 从开始就培养了巨大的利益概念, 官僚概念, 一个中国最受尊敬的院校, 以培养利益集团, 利益相关者为目的,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有救命? 我在这儿举个小例子, 我在我生命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人, 他是个律师, 他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的孩子, 来自于安徽, 南徽的农民, 这个兄弟很帅, 一米八几的个, 非常非常帅, 这个来自于安徽农村, 考上了北大, 他太太也是北京人, 也考了北大, 俩都上北大的, 法律系, 他叫朱茂元, 朱茂元啊, 是北大法律系的, 他也是现在的中壤律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, 这个在1997年我跟他认识, 当时他是北京建工的一个律师, 然后这个当时认识我以后, 我看到他没有车, 到坐上了杰达桑塔纳奥迪, 豪华奥迪, 然后呢从这个中壤事务所一个普通的律师, 当成了合伙人, 他有两个服务时间最长的, 当局最长的两人, 一个大连万达王建林, 一个郭文贵, 所以王建林先生的事我没有不知道, 我的事我相信王建林先生也没不知道, 因为中间有个朱茂元, 知道王建林先生和郭文贵最多的, 不是我的老婆, 也可能不是王建林先生的老婆, 所有的这事情跟朱茂元是最清楚的, 这个老弟我视为亲兄弟, 在我最关键的时候, 几次打的官司, 给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拉, 给台湾的官司, 香港的官司, 日本的官司, 卖又专业, 那简直是又正义感, 那绝对是一个中国的精英中的精英的完美代表, 后来, 在中文秘书市越做越大, 他的合伙人叫张学斌, 也是河南老强, 河南老强, 张学斌, 这个一给他合伙人, 张学斌这个人呢, 我没见过, 但绝对是中国司法界的一个黑暗分子, 就我看到了北大出来的人, 为钱挽摇, 为权挽摇, 然后把所有这些行政权搞坏, 就是北大和这种, 张学斌这种文化, 要钱不要脸, 要钱不要命, 要钱不要法, 要钱不要德, 要钱不要家, 要钱还不要命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茂园这个人太好了, 自从张学斌要他当合伙人那天起, 产生了本质电话, 刘志华副市长当时要收盘股的时候, 当时我们有仨律师, 一个是黄耀文先生, 一个是朱茂园, 还有一位当官领导的, 我现在不方便说, 是常委的领导的孩子, 都当我律师, 我还是给了茂园, 当我们项目被收走的时候, 哎,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? 朱茂园我的老弟跟我说, 张学斌让他退出这个官司, 因为他认为我是和官斗, 民和官斗他不想参与。 大家去想想, 我当时付你几千万的律师费, 我为了你得罪了这么多担官的, 我是为了感情, 可就在这时候, 这是个北大的现实的文化, 这种完全是要钱不要命, 不要道德, 不直接抄手的文化, 张学斌让茂园离开。 我依然同意, 你离开吧。 后来当我盘古大官的楼, 当时张学斌和朱茂园跟我说过, 我还在朱茂园的安排下, 我跟王健林先生在国贸有次见面, 他要买我的项目, 买政权的项目, 我说我这个盘古拿回来以后再谈, 我记得很清楚, 当时王健林先生说, 你要能把盘古能拿回来, 我就给你多少多少多少, 然后发了一个很大的事, 从那以后没见过他, 如果按照那天说, 他要给我很多很多钱, 那发誓应该有效的。 结果朱茂园先生跟我还介绍了很多这个项目要合作, 听说我要这个跟政府这个刘志华PK正说法的时候, 他说你要能把这盘古大官拉下来, 如何如何如何, 张学斌让我们离开, 这就离开了, 这是对职业操守正义律师, 和对我的感情巨大背叉, 后来我的楼拿回来了, 拿回来以后, 哎, 张学斌又让我们来了, 又继续, 开始给我工作了, 赚律师费了, 全世界最贵的律师费又开始来了, 再后来一段时间, 换了, 这个保利的事情, 我们的总裁委, 他们派来了律师, 这个背后啊, 就给了总裁委的一个家伙, 叫什么晚上, 得了癌症了这个人, 成天给他送虫草啊, 虫草一百个一百个万个, 五十多万个, 给这个人送, 中裁委的秘书长, 也是这个江平这个院长的手下, 然后是找了一个个的, 所谓的北大出来的, 北大帮的法律系的人, 然后给这个底下送钱, 那个送钱, 最后三次派我们输, 最后我们找了一个跟中裁委, 大佬, 还有管政法的人, 一个代表, 说老郭, 你给我拿五千万, 拿五千万, 我就把这事给你弄赢了, 最后我们没钱呢, 结果就说, 我说, 把我们政权的房子, 建卖给你一部分, 就是你建卖了一部分房子给他, 顶了律师费, 最后中裁委, 就是一部分怕我们赢, 一部分还是怕我们输, 这就是北京的中裁委, 黑暗至极啊, 那么回来再说朱茂元, 最可怕的事情, 当我中间遇到坤团的时候, 哎, 他就离开了, 哎, 这个原则也不要了, 道德也不要了, 而且呢, 这个张学冰呢, 一看你行了, 马上就来了, 而且他代表着北京律师协会呀, 他代表着北京律师协会呀, 你说这北京的律师还有未来吗? 而且这个北京律师协会, 绝大多数是北京政法系毕业的, 整个是他们法国系毕业的, 这是个利益集团哪, 好, 就这不说, 2013年, 我这个茂元老弟呀, 成天跟我说, 他有多少哥们儿, 在协和多厉害多厉害, 结果有一天, 他检查的时候胃部了, 有瘤, 而且这个大流血, 我打电话找人, 迅速的当天给他上了, 他竟然是找不到床位, 也没给他手术, 我当天三小时给他打电话, 三小时内按照床位, 第二天我找人给他做了手术, 亲自做了手术, 切开了胃里面几公斤的瘤, 要不然的话说, 这个人一摔过一天肯定就死了, 我把这个老弟给救到他的命, 过了几个月他到香港来, 我跟他太太一起吃饭, 我就觉得老弟, 我说你别老哥们爱钱, 不要跟张学斌这人, 不要跟这种没落的文化, 要钱不要命的人, 我说要钱不要命, 这是个最具体的例子, 和北大的这种现在没落的文化, 肮脏的文化, 完全是不要脸的文化融在一起, 后来, 老师说听进去了, 可是你们知道吗, 当我和北大打官司的时候, 方正打官司的时候, 张学斌又一次的让朱茂园先生离开了我们, 这是一个法律界的, 一个巨大的吃辱, 当事人有困难的时候, 你完全没有任何职业超市, 不顾及任何道德, 你背叛了你们的, 真正的给你付出最多钱的, 最多机会的, 不但离开了, 茂园这个时候, 哎呀对不起, 可怕的事情, 茂园给我打电话, 这是我当时, 我从来没给他发过皮, 那天我发了大批给他, 我说从今天起, 不要再跟你聊了, 我为这个茂园做的事情太多了, 我改变了他太多命运了, 我在这私人事, 我不一一给他说, 他竟然说张学斌, 想代表北大跟我打官司, 而且明觉告诉我, 北大的律师, 不会有一个跟你合作的, 北大所有的律师, 都是维护北大的, 而且茂园有一样话说, 你想和北大打官司, 老哥, 我在这看着, 鼠着树里的楼倒下来, 我看着鼠着树里的楼怎么倒下来, 你什么都会没有, 我当时就告诉茂园了, 我老弟你走着看, 我非要证明给你看, 我的楼怎么倒下来, 这些当官的, 一张嘴就让郭文贵, 加个人亡, 这几天又来了, 好几个人又说, 文贵啊, 别让我们一集体这份, 你也加个人亡, 顿不顿让我加个人亡, 顿不顿就是把我楼过拆了, 这个是国家呀, 还是利益集体的呀, 想怎么又怎么着啊, 你说这茂园老弟当时把我气坏了, 你不但继续维护我的利益, 当我的律师, 你在我最危险的时候, 你把我一脚一把我踹去, 你还要代表对方来搞我, 后来, 这个我们在李友的这个, 跟傅振华, 还有傅振华的老弟, 还有傅振华老弟的女情人, 傅振华的情人通电话, 在电话中我们才发现, 这个北大的什么王律师啊, 未来我都公布了一堆的律师, 那简直在李雪聊天跟李友说话的时候, 谈的最多是生殖祭祀的女人, 谈的最多的是李友, 如何找校长朱山路, 王恩哥校长, 帮他办什么事, 假然又是个黑社会集团, 中国最高学府, 谈出来的事情, 你给他回一下, 我现在回不了, 你去回去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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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他是什么情况, 这个, 在这种情况下, 你说这高总院府, 像黑社会一样啊, 完全用黑社会语言啊, 就算起郭文贵啊, 这多可怕啊, 那么我从这些事实和例子, 看到了这个, 咱们北大的这种教育和文化, 咱们的精神高地都输了, 咱们的精神高地都已经成这样啊, 我哪天要把这录音挂到网上, 你们好好听听, 他们怎么来评价北大的女学生, 怎么来一起谈论领导的, 里有那个方正集团和博雅酒店, 就是一个跟学生性交易的地方, 利益交换的地方, 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司法律师界, 709律师能有好吗? 那边人全都把你们给卖了, 张学平是北京律师协会的主席, 就这种流氓的当中国律师界的头, 这中国有什么希望? 北大有什么希望? 我们的未来有什么, 我未来的海人能相信这些人吗? 所以, 文贵想逗的不是那么简单给北大, 也没那么简单是个人的恩怨, 朱山路书记在北京两进两出, 他是有巨大责任的, 王恩歌校长绝对客观地说, 他只干了一年, 你把这些都推给王恩歌是不可能的, 我要说的是, 要了解北大过去十年的特招情况, 和学生去的情况, 还有招考的卷子, 和过去十年北大方正地产的资金来源, 和北大方正的所有项目的来源, 还有这些地产的特批, 包括容积率, 包括跟黄燕尔的事情, 包括跟中央领导这些政治局委员, 和这些常委们的事情。 我今天准备了, 大家看看啊, 这张纸, 大家记住了啊, 未来我都会挂上去的啊, 看看这张纸, 看清了吗? 看清楚了吗? 在这个啊, 再让你们看一个, 我这儿大概有三千多页, 三千多页啊, 哎呀, 慢慢吧, 但我都挂出来以后你们再看吧, 你们会发现这些人, 北大的老师教授, 教授呢啊, 教授呢啊, 教授, 我最不爱听就教授这个词, 中国的教授, 所以我建议下一篇先别老说教授, 下一篇先说, 别叫教授, 北大方正集团的股票, 北大医药的股票, 北大医药上市之前, 给了方正集团, 方正北大的这些教授们, 教育部门, 多少人股份啊, 我当时我在厂啊, 里有电话接不完呢, 他每次都告诉我这个领导, 那个领导打一下他要股票, 说有的领导带着老妈去, 在他办公室等着他又要股票, 例如说给他五百万股, 不行, 要一千万股。 这个国家成了什么? 这国家成了什么? 好, 这就警告我不要乱讲啊, 这个国家成了什么了? 北大, 北京大学, 北大方正集团, 雅然成了一个脸钱, 然后呢, 派到各个公检法里边出来, 法律系的, 律师在帮助他们做文件, 然后拉机条, 然后呢, 再用方正集团这个平台在脸钱, 弄了十几个金融牌照, 到各地有各省市的领导, 是他们的学生, 我们老百姓还有活的吗? 我们有活的吗? 我所以说, 归尾那个楼, 和北大那个地方, 这两个是最好的, 一个精神上的绝对腐败的一个最高地, 被拿下的, 金钱的完全腐败都拿下的, 给服饰了的, 吃了人吃完的, 一个是, 把老百姓的钱从超班逃走, 不断掏出你的钱, 让你一辈子为我打工, 这是又一个叫做人吃完的, 又一个人吃完, 一个精神肉人吃完, 一个你的住家一辈子都打工的人吃完, 北京城, 充满了邪气, 充满了晦气, 竟然, 头两天北大的一个, 现在还在任的一个副校长跟我说, 他的同学现在是在, 安全部的, 晚上给他喝酒说, 中央已经制定了政策, 第一, 在海外, 启动所有的间谍力量, 沉默的力量, 想尽办法干掉郭文贵, 同时, 要启动一切的家庭关系, 在网上, 妖魔化郭文贵, 抵消他的声音。 第二个, 全力以赴, 找郭文贵的毛病, 找各种人, 就是收集郭文贵的过去犯的错, 事好犯的罪, 给大的利益, 把郭文贵给灭了。 同时还要把郭文贵点个名的人, 相关的人, 什么海航啊, 像黄雁啊, 约温海啊, 这北大啊, 珠山路啊, 这人交在一起, 把这个力量传在一起, 对付郭文贵。 第三个, 就是现在美国有个常驻的小组, 跟美国政府持续来沟通, 让美国, 在美国找我的麻烦, 把我弄回去。 必要的情况下, 杀, 隔杀无论。 哎哟, 听这挺好玩的, 郭文贵太重要了, 太重要了, 你说我这爆料, 爆成热了都啊, 我要说假的, 那你干嘛那么害怕啊? 我要说是假的, 你干嘛那么在乎啊? 现在处去了北大这个地方, 黄雁的地方, 处在根子上去了, 海航北大, 头两条说说说民生, 这个民生家恨死我了, 民生几个股东跟我说, 千万别说, 再说爆盘了, 民生的股票跌到五块钱, 我在几个月前都说过, 跌到五块钱, 大家都全傻了, 为什么呀? 等文彪先生, 在海南的那种酒店几千部地, 等文彪先生转移到香港, 新加坡的钱, 海外的钱, 那都是弄的这个民生的钱, 包括过去呢, 买那些飞机, 叫民生租赁, 那些飞机的钱, 还有这个给自己担保, 左手担保右手弄的钱, 几千个亿, 这事我早着呢, 我慢慢给你们说, 那就是辫子, 这钱跑那去了, 无非跑了海外的官奖, 老百姓还傻乎乎我那存款的, 也把这力量团起来对付我, 还有特别是现在这个海航, 发动一切力量在海外, 你看看又是起诉又找人对付郭文贵, 包括最近这个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人, 专门骂郭文贵的, 完也没见过郭文贵, 不认识郭文贵, 就认为自己那两根葱, 哎呀, 有些叫什么教授, 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人的人说, 我十几年前就认识郭文贵, 跟他吃不饭, 我一看就想就不是好人, 你说这人说话, 我说心里话, 把你埋到粪坑里都不解恨, 你见我一面, 十几年前就觉得我不是好人, 然后在那边就转了劲, 生气, 干嘛那么着急啊, 我没有按你家祖坟去啊, 我也不欠你钱, 是不是, 郭文贵也没对你们家有什么不行, 说郭文贵早些, 我早些干嘛跟你啥关系, 我又不跟你睡觉, 不跟你上床, 干嘛那么激动啊, 不就是利益嘛, 不就那点钱把你弄自己, 到现在就忽耻忽耻的, 有啥用啊, 所以这些人对我的这种打击和围剿, 大家能看得出来是为啥的, 反过来, 我再说到昨天, 我前天晚上我发了个E-mail啊, 发了个Twitter, 我说跟王恩哥先生, 进行了妥协和解, 然后呢这个, 我将对北大尽可能不造成负面影响, 哎哟我的妈呀, 这个我在Twitter上, 这一下就翻了天了, 骂的, 反对的, 怀疑的, 就特别特别多, 没问题, 我说头发不多, 不会, 甩头的, 不会的啊, 甩不甩头发, 不够长, 不像某些领导师的, 头发都很, 都没了, 在这边, 卡了一下, 被文贵塑料, 这个, 这个崔友们, 这所有的意见, 我都看了啊, 我认真看了, 这个, 理解, 完全接受, 但是, 文贵啊, 不同意, 完全不同意, 因爲什么? 我完全可以不发啊, 我跟王恩哥先生有什么, 我有必要承诺给你们吗?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发啊? 我尊重崔友们, 我想让你们知道真相, 王恩哥先生, 在北大只当了一年的校长, 把过去这些年, 北大的时候都是嫁给王恩哥, 是不公平的, 还有, 王恩哥先生, 他已经那么大, 人家公开下, 接招了, 就是我一再呼吁, 王源同志接招啊, 潘石一同志接招啊, 海航接招啊, 董文彪接招啊, 我岳文海接招啊, 海航徐自丁, 徐自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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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大排来, 你接招啊, 咱都可以好谈嘛, 这我不是要, 我也没这本事, 把你们谁灭了, 我也不一定都是正确, 咱可以谈嘛, 人家已经正式发声, 说我这个这么大阶数了, 文贵, 你别这样, 我几个月以前就呼吁了王源哥先生, 我说我给, 在没上这个明镜电视前, 我就给他发个信, 我不想跟你闹白, 我只想把当时, 你骗捐的钱拿回来, 这个被骗捐的钱, 是我公司资产, 不是哪个人资产, 也不是推友你们的钱, 我也没成功把这个钱给你们, 我为我公司拿回钱, 这是我必须尽的义务, 这还有哪个事啊, 好像很多听手说, 好像惹了你家钱似的, 你耳耳教官, 什么叫妥协了不行了, 我咋妥协不行了呀, 我有啥去, 你有啥资格不让我妥协呀, 我公司的钱, 我必须拿回来呀, 谁承诺这实意, 给你什么这运那运了, 啥时候承诺了呀, 但是, 很多是五毛, 我可以理解, 王源哥先生, 他这种, 愿意和解, 愿意和平, 这是我解决问题, 我最崇尚的办法, 当初如果王源哥先生在2014年出面, 不让我和李友开始PK, 接受我给他一次次写信, 我压根跟方正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儿, 不就是王源哥先生认为自己, 是不是, 跟江绵恒先生是你老板吗, 他以为江绵恒先生的协调中央政法委, 中央领导, 中纪委都听他的吗, 王源哥先生有这种傲慢吗, 他是真正的江家的人, 绝对江家, 第三个儿子吗, 因为我答案他都在细说了, 我就不细说了, 这种傲慢吗, 串通去李友和范一飞行长, 就想把郭文贵的资产给吞了, 那如果当初听话的话, 哪有今天呢, 现在人家王源哥先生愿意解决, 那就解决嘛, 我跟他无深仇大分, 我把钱拿回来, 王源哥先生他的事儿, 是他的事儿跟我啥关系, 另外我让北大, 我们挖过去十年的特招生和腐败, 和北大利用方正集团, 敛财骗钱, 侵吞国家权益, 欺骗股民, 这钱去哪儿了, 这笔器得弄啊, 我已经呼吁了夏业良先生和刘刚先生, 主持人, 就是他俩是北大的嘛, 为啥不找唐伯乔先生, 为啥没找贵晶生先生, 我让他们加入, 因为他们不是北大的嘛, 好像, 把他们继续解决, 昨天我也跟刘刚先生和夏业良先生, 分别通了电话, 本来夏业良先生安排了, 昨天下午一点, 跟刘刚先生呢, 上去视频会议, 结果刘刚先生不同意, 刘刚先生说他有他的想法, 我说那刘刚先生, 你去跟夏业良先生, 你商量好, 你俩什么角色, 什么样的安排, 我反正澄清我的角色, 一,我不挑头, 二, 文贵只提供我所知道的信息的料, 第三, 合理的资本, 合理的资金的帮助, 我可以出, 但我不参与, 我也不挑头, 我也不加入任何组织, 包括, 这里谈到的, 北大方政的事, 我只在背后提供资料, 剩下是你们折腾去, 你们要协调不了这个团队, 你们定义不了自己的位子, 你们这件事, 那我不管, 所以我等着, 刘刚先生, 还是夏业良先生, 或者夏业良先生, 你找好了更好的办法, 我在这等着, 我只提供三个方面的协助, 爆料, 资金支持, 和必要的人际关系, 其他跟我没关系, 我也不参与, 我说我郭文贵, 永远不会参与政治, 永远不会参与任何组织, 永远不会参与任何组织, 我就是喜欢自由, 什么党, 什么派, 什么组织, 什么会, 什么名, 一概不要, 我再跟你们说过, 我想当那国家副总理, 几个国家呢, 我干这个干嘛呀, 我没必要, 我也永远不会参与, 但我希望, 谁都跳头, 去跟北大, 中国人的精神高地, 和我们未来孩子, 提供一个未来, 我, 全力协助, 那三条, 包括罪友说, 啊, 你骗了我们吧, 你怎么会骗了我们, 谁骗你了呀, 你可以不用听郭文贵的呀, 你听别人去呀, 你去听那个郭新网嘛, 你不用听郭文贵的嘛, 我跟你们做什么承诺了, 我, 郭七条很简单, 推动依法治国, 是我的核心目的, 反以贪反贪, 反以警反贪, 反以黑反贪, 这是郭文贵的, 我跟王仁哥先生的和解, 跟这有关系吗? 我不反民族, 不反习主席, 是不是, 不反国家, 这怎么着, 我跟这有冲突吗? 这些五毛人骂上了, 有些人, 你干啥事儿了, 你得骂郭文贵, 你干啥事儿了, 你做啥事儿了, 你有什么资格骂郭文贵, 你有什么资格骂郭文贵啊? 这么骂郭文贵, 有意义吗? 所有中国, 像我让人出来, 我是拿着我全家的生命, 我拿着我一千多亿资产, 我所有员工的未来, 我要想妥协, 我根本早就妥协了, 我有百次千次机会, 在这郭七条上永不妥协, 在其他上我当然妥协了, 我必须妥协, 只要符合这七条的利益, 我突然人中都妥协, 像王上哥先生那个, 我向他承诺, 只要你还给我这个钱, 协调这十个亿回还的事情, 我肯定不公开啊, 我得维护人家, 我得讲信用啊, 我得问人家王上哥先生负责啊, 我必须这么做啊, 所以很多罪友, 我告诉您, 如果你们要这样对文贵的, 就是说, 或者那股毛们啊, 我一定拉黑, 一定拉黑啊, 文贵, 衡量文贵, 就两条, 郭七条有没有坚持住, 三年内对文贵不要有结论, 还有我说的事情有没有做到, 至于说这个我爆料如何如何了, 那三年内我不想听, 咱们三年以后再说, 要对文贵做评价。 嗯? 我说到这儿的时候, 我要再说一下, 就是这个, 这几天收到很多很多的, 关于退股老兵的一些, 要求和帮忙, 哎呀我真的是, 有些退股老兵发来的照片, 我看了以后, 因为我们家, 我四个是当兵出身, 我大哥, 我父亲都是当兵出身, 我们家很多人都是军人, 现在还有在军队的, 说实在话, 真的让文贵动了心了, 太可怜了, 就一个人最好的青春事情给了国家, 回到家以后, 竟然是, 退屋以后, 连到饭都没得吃, 房子没得住, 这个耳机快来又想了, 这个房子没得住, 儿女上不起学, 并看不起, 特别有一些老兵们, 说这个上访了北京回去以后, 这些领导怎么威胁他们家人, 我一听着我就火了, 我这些年来, 咚咚咚这官员就说, 叫你郭文贵家婆人亡, 咚咚咚咚就把他家人绑架, 我们的家人现在天天给国家购协了GDP, 乘着这些肉票了, 这些退屋老兵也是这个结局, 说你们再敢上网, 就把你闺女抓了, 儿子抓了, 退学儿子, 这简直是, 人家高于女士的儿子再单位上班, 就让安全部人, 就愣把人给挤了出去, 不让人家上班, 然后这两天又被旅游了, 又给撵出北京成就了, 这叫什么情况这是, 退屋老兵一辈子把青春交给了国家, 现在拿着人家的家人做绑票, 这简直是, 但是我想退屋老兵所有人都发信给我收到了, 你们这些我真的帮不了给我的信息, 你只述说了事情的概念, 大家也都知道是事实, 没证据不行, 咱推动依法治活呢, 你们把这些证据给我, 我向呼吁, 我坚决呼吁, 坚决帮你们, 像玉族堡, 还有范雅的事儿, 现在已经收到很多事实证据, 包括转账, 我已经收到了, 这很有帮助, 我在全球发布会上, 我要替他说话, 如果全国的退屋老兵们, 你们有这些战事的证据, 受到了威胁, 这个法律的, 和以法的这个这个这个, 以法律为借口的, 对你们家人的这种所谓打击, 我一定来替你们呼吁, 全球发布会上, 包括你们说的被打, 这个有去女儿家路上被打, 给烂到草堆里打这个事儿, 那你, 你知道有证据, 或者有人证明, 我一定替你们呼吁, 文贵在此, 庄重成多, 很难受, 很心痛,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, 都知道了, 那么再反过来, 我们今天再说一下, 本来今天要爆料是什么呢? 昨天我看了这个和平先生的宁静, 宁静的点点事儿, 这个人真不简单, 他讲了军队的熏光海。 文贵真正的, 第二年要讲的就是, 我第一级要说, 我要在2018年5月份以来, 我的计划是七级, 第一级, 然后在2018年5月份以后, 就开始了第二级, 也搞七级, 第二级, 七级搞的, 我全部是大多说军队的事儿, 军队的事儿, 过去这5年, 中国的这个反腐, 最成功的, 习总书记的, 是那个, 军队。 文贵知道军队的比地方的多, 未来你们会, 通过文贵这里了解一个一个故事, 你会知道, 军队是真反腐, 而且是, 成功的反腐, 相对公平的反腐。 七级这一个人, 就昨天说到了熏光海, 熏光海我不认识他, 但和我渊源很深, 他家在预渊潭, 大家可以查一下, 预渊潭呢, 就是钓一台冰桿的, 预渊那个河的南院, 叫总参家属院, 他住第三号院。 熏光海先生, 和我是有天然的, 这个仇恨关系。 为什么? 文贵本人, 最早的, 最尊敬的人, 也就是马建副部长, 为什么喜欢我的原因, 就是我的领导, 老领导, 就是我们总参二部的, 原来的部长, 纪盛德。 他也被判死亡了, 就是熏光海把他弄进去。 纪公飞先生, 驻东德大使的时候, 培养了熏光海。 熏光海戴着眼镜, 后来寄掉了, 称为叫四眼狼, 四眼狼。 这个熏光海最后, 把纪盛德的送信监狱, 判了死缓。 熏光海把这个, 纪盛德先生给气死, 自杀。 毁掉了中国情报系统。 这个我在贵宾楼, 1998年, 亲自听纪盛德跟他, 骂架。 纪盛德部长, 这个人很随意, 绝对帅, 最帅男人之一, 很有水平, 很有品位。 他在贵宾楼, 我长包的工程套房里边, 给熏光海打电话, 用着外音, 他说熏光海, 你跟那个大领导, 你玩屁眼。 我听着愣,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, 然后他说, 你少给我来这套, 你把我抓起来, 我知道你昨天去增加了, 你又害我了。 他俩那个仇恨太大了, 后来他真被抓了, 弄了个死管。 这个纪盛德的夫人一直在美国, 叫魏珍, 魏女士, 儿子也在美国, 非常非常好的人, 非常非常有品位的人, 但是很惨, 我后来见他了, 哭的就完了, 现在向来往回想想, 30万美元呢, 30万美元就把一个中国的一个将军, 季鹏飞的儿子, 季盛德就给灭了。 熊关凯最大的爱好是什么? 收藏石头。 熊关凯的石头, 多了没有? 300亿。 300亿。 因为他的石头怎么来的? 中国的军队的腐败到什么程度? 有人收藏木头, 有人收藏石头, 有人收藏象牙, 有人收藏珠宝。 中国的航空母舰, 潜水艇, 不是航母舰, 潜水艇, 军舰, 都是以外访的名义, 一下一下往回拉。 很, 当时的熊关凯, 因刘华清的这副主席家的事情, 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 唯一可以24小时去江总书一家的。 都怕他呀, 所以说海军, 还有外面驻外使馆的五官们, 争相给熊关凯送这石头。 我看过几块石头, 其中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, 大概是八百公分的, 一个翠被切了个脚。 那今天说, 那一个可能都是值几十个亿了, 几百个亿真的不值了, 要说真不值了。 那都是军舰用回来的, 熊关凯腐败之程度, 对军队的影响远远超过许财户败, 远远超过这。 那俩家伙就弄钱, 弄女人, 卖乌茶帽, 搞点地皮, 弄点金砖, 也弄个几吨的金子吧, 几吨吧也就是。 然后这个放到他家那个, 那个渊元坛旁边那个, 渊元坛公园北边那几个, 军委委员的楼里边去啊, 那豪华至极, 我去看过, 跟钓鱼台七号idol, 但熊关凯有多个房子, 有多个房子, 在宜元, 香山下面有他的房子, 那都是超级的石头。 当时门头沟那个镇长被抓起来的时候, 头一段时间我去吃饭, 这棵有好多石头, 他跟我讲了这个熊关凯的多少石头, 还让我看了熊关凯, 在那收场石头, 天价, 天价, 吓死人了。 所以昨天呢, 看到了这个何平先生讲熊关凯, 我很震惊, 讲的绝大多数是对的, 七成嘛, 七成是对的。 但是何欣呢, 我真是文贵知道, 因为很多证据在我这儿有, 未来我会说。 所以未来我说, 习总书记的反腐一种最成功的是在军队, 而且是打破军队的军区和番号, 让这军队的帮派, 山头, 老乡帮, 过去的这种这个郭徐等, 包括兄弟这种利益集团, 全部打得太高了, 太为大了。 如果军队这个反腐, 这个能到地方来, 能打得这个, 不是这种大群架, 杀出敌, 陷害灭狗, 那就中国这个反腐就了不得了, 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以谈反弹, 以黑反弹, 但在军队绝对不是。 习主书记, 我说的千年不出的圣人, 其中一条就这个, 军队的事情我太清楚了, 未来我好好讲。 那么今年我再说到的就是, 北大这事情咱没完, 过去这十年的事, 你的方正集团的事, 还有这个特招生的事, 还有教育部腐败的事, 刚才我看了, 这里边有多个教育部的个人股东, 个人持股, 很多都是教育部的啊, 你们千万千万记住, 老百姓是会给你们算账的。 我郭文贵走到今天, 我相信当时, 当时的一位, 这个省委书记, 现在的常委, 现在的常委啊, 这个, 在郁达饭店, 我问他关于腐败的问题, 我谈问他几个家族的问题, 其中, 就谈到了曾伟先生, 曾庆红文贵, 曾伟先生, 他意味深长的跟我说句话, 文贵, 你一定要坚信, 中国老百姓老实, 善良, 但一旦老百姓有一天, 发生的时候, 这些账都会算的。 当时曾伟先生的声音还特别小呢, 还搞广告那时候, 我说, 你有什么样的把握, 你为什么这么说? 他说, 中国的历史, 是最好的境, 所有这些人干的事, 所有老百姓都记着, 总有一天, 会有某个原因, 老百姓会逃回公道说法。 他说, 你不用担心。 这些人的侥幸, 和这些人的腐败, 肮脏, 老百姓一定算账, 算账的一定不是组织, 咱们这个党没这个体制, 咱们这个党的问题就是不接受监督, 不接受监督就是最大的腐败。 他说, 老百姓会让他接受监督。 现在, 这位是现在的常委, 何欣荣, 我对他非常尊敬, 从来不去替他名字, 哈勒在告诉我一句话说, 这些人的这种嚣张和疯狂的腐败, 某种程度上, 哪一天改变的时候, 会让我们这个党真正的意识呢? 这个党是需要真正的改革, 需要真正的体制性的改变。 这也是文贵爆料的第二个原因, 中国是真的, 毕竟在军队反腐是成功的, 是有决心的。 而且这位常委说的话, 我认为, 郭文贵干的事, 现在就是其中之一。 郭文贵要想给谁妥协, 你们去想想, 我多少机会妥协? 我现在已经把我自己折腾了, 没有妥协的机会了, 我跟谁妥协? 人家跟我妥协吗? 不跟我妥协了。 我只有和老百姓站在一起, 和草根站在一起, 和国家利益站在一起, 国家利益站在一起。 无私的, 没有任何政治诉求, 没有任何利益诉求, 没有任何名义诉求, 我才能走下去。 即使我被干掉了, 我可能有推友会为我哭上两个鼻子, 掉点眼泪。 会像昨天, 周口的那些人给我发个信息一样, 岳文海挖那么多坟, 都恨死岳文海了, 挖坟他都收钱了, 说不挖坟, 收你一万。 有的老百姓囚着一万块钱, 就让岳文海不挖了坟。 老百姓说, 文贵呀, 你替我们说了真话呀, 这个岳文海太坏了, 挖我们的坟还是我们的钱呢。 我说现在咱跟徐子冰还在干这事呢, 在骗小股民, 方正的各个营业部都在骗了股民的钱。 方正集团跟他们天天在白头上弄了钱。 这些老百姓是我的基础啊, 我说的是真话, 老百姓是懂的。 我说假话, 能骗得过这么多老百姓吗? 我不在乎官员的看法, 我只在乎老百姓的看法。 我们是草根。 郭文贵的这个爆料, 绝非是一时一世一人。 我是真心真意的, 发自内心的。 我是以我全家人的生命, 和我一切的财产和未来, 我是希望能真正的把过气条推进的。 包括那个推特党, 我再说明白, 叫推特党我不会加入这个推特党, 我也希望有人踊跃出来去成推特党。 我不会成为党员, 我也不想把它变成组织, 我只想变成一个推特党只是一个形式和图梯和符号, 把我们现在有正义感有智慧的, 真正为国家讨想的, 真正的赞成过气条的人, 团结在一起, 是一面棋子。 我不一生一世我再从前, 不会加入任何组织, 不参与任何政治。 就像当时安全部二部找我, 你想让我搞情报, 我公会不干的, 那都是你们的人士, 你想让我背叛哪个国家我不会干的, 我只是做一个善良的使者, 这是可以的。 这是为什么当时我十几岁二部找我, 到后来安全部找我, 到很多包括中联部找我, 我去北朝鲜, 我去那么多国家, 就是我大胆的我的事情全都被说出来。 我未来我也会向大家讲述, 过去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。 然后呢, 我也会未来谈谈关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。 我也准备提议所有的华人, 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赶美日, 感谢美国。 今天坐在镜头前的海外华人, 很多人是被国内的这种腐败, 和这种这个, 很多人陷害逃到了国外。 我请问问大家, 很多人是带着爹妈老婆孩子家人到这来, 这个美国给了我们学习, 给了我们安全, 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环境。 在座的咱们所有的各位想想, 我们给美国过什么? 我们给过人家感恩吗? 我们给过人家感激吗? 我们骂, 很多人骂美国人, 骂美国总统人, 人家怎么着咱们? 如果这个世界, 人生我最, 没有如果啊, 我不喜欢如果这词, 但是, 咱就用这词。 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国家, 我们多少人去哪儿啊? 往哪躲啊? 还有郭文贵吗? 有魏京生吗? 有王丹先生吗? 有夏依良先生吗? 有你温英超先生吗? 有你唐霍桥先生吗? 有你赵燕先生吗? 有你韦师先生吗? 入了人家的急, 吃了人家的饭, 喝了人家的水, 享受人家的蓝天。 我们对人家美国做啥了? 所以我准备发起一个感恩, 感美日, 未来, 感美日啊。 最近这些天, 大家知道, 因为VOA的事情, 美国的这个议员Smith, 也是中国这个事情主席, 中国区主席, 还有其他议员, 听说现在已经召集了72个议员了, 要让我去参加每天的直播的听证会, 多个渠道给我联系。 昨天和前几天, 政府官员也找我, 希望我劝我参加, 把我这个爆料的来龙去脉, 和VOA事件, 包括我们说到了海航事情, 海航在美国的收购, 希望去作证。 我说我现在律师不同意我去, 我先不能去。 但是人家这些人, 关注中国的事情, 远远超过了我们老百姓, 人家有什么利益啊? 人家有什么利益啊? 在这种情况下, 人家还得呼吁着, 给中国民主, 自由, 法治。 我好几个这个国家的合伙人, 都在北京开一带一路的会, 这几天给我通电话, 说了很多的关于中国看法, 北京的看法。 其中一条, 就觉得中国人现在都害怕。 这老板都害怕, 不敢说话。 老板见他不敢说话, 都低了头。 好像每个人后面都有枪顶着一样。 所以我们在美国享受这种美国的社会, 法治。 我们怎么感谢美国? 未来我也想去讲解这事情。 另外一个欧洲啊, 还有日本的各方面的朋友, 发来的信息, 希望加入到推特兰, 然后愿意做贡献, 非常感激。 我们这个推特兰, 接下来的全球开花, 就是郭七条。 然后我们推选出主席, 各区主席, 各地区主席, 各国家主席。 然后咱这个组织, 钱, 绝大多数啊, 开始由文贵出, 以后再通过其他办法, 可能文贵要在这个, 推特还是YouTube上收钱了, 收钱捐给这个推特兰。 然后我们到全球选择推特兰的主席, 还有秘书长, 各地区的主席, 就是推动国际上, 坚决就是推动依法之国。 而且, 美国的这个国会的听证里面, 其中就让我把这事说出来。 他们希望我好好的说出来。 全球直播呀, 全球直播呀, 大事儿啊。 但是, 我想各位推特说的事情, 一定要记住, 我们不要以国家为敌。 相信文贵的判断, 习主席绝对是千年不出的声音。 我为了讲到军队反腐, 你们就知道, 真正他的, 真正的这个政治智慧和他的决心。 就是他敢说出来, 70%是女婿党, 20%左右, 15%左右是富二代, 剩下的5%他轮到了这个老百姓, 他非常老虎。 在军队大到过步, 连胸关海都敢抓。 胸关海抓了, 那就了不得了, 那了不得了, 那打开了中国真正的腐败大陆。 这可了不得了, 一个胸关海, 定十个实战后, 定十个国家。 那是真正的中国军方的核心。 他的家人在海外的钱财, 我下午都给你们报一报。 我本来我打印两仗的, 后来有领导说千万别报, 因为正在查封, 正在海外调查, 给他警告了。 所以这些事情, 都是我们点点滴滴, 都是我们现在, 文贵开花太多了。 现在北大呀, 徽伟呀, 朱镕基呀, 海航呀, 您什么X银行啊, 北什么X银行啊, 点太多了。 我最近收一收, 不扩大范围, 慢慢来, 咱把一个事一个事办完再说。 咱叫老百姓看的更多真相再说。 最起码, 今年北大, 在特招生上, 他甭想让你这穷臣的孩子, 白上学, 上不了你这个北大清华, 上不了你这些大院校。 今年咱必须, 所有的追求们, 别找听文贵说, 我相信你一定要站出来, 在这个高招当中, 大家要发动起来, 把所有的车开到各大招生半夜校去。 必须要公告, 必须百分之百让大家知道。 不能让他们的孩子, 他们的情人, 改了年龄, 改了分数, 挤掉我们这穷人孩子们的上学。 我们能送进去一个穷人的孩子, 一个草莓的孩子,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可能一百分的希望, 一千分的希望。 咱们要行动, 推友们千万要行动, 一个小小的行动, 胜过你手指头在手机上, 打一个字, 胜过你讲万万一个话。 我一看这超兴奋, 我特喜欢这种感觉, 你知道吗? 我真喜欢哪天, 咱们一起站在长安街上, 振力勾呼, 为草莓说话, 依法治活。 然后得到国家允许我们去游行, 游完行以后, 咱们干干净净离开, 不是流血离开, 不是拉到尸体离开, 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。 我们的干嘛, 我们的天文拆了吗? 符合不利, 不符合呀。 我们需要中国乱吗? 不需要中国乱的, 我们只要求宪法中赋予的责任, 真实兑现嘛, 我们的孩子要上学, 考什么分上什么学, 这不行吗? 这不可以吗? 哎呀, 说着就兴奋了, 说着就兴奋了。 大家担心我的人身安全, 这个千万去文贵, 找至于生死亿之外了, 一开始的时候, 大家你们觉得很像吗? 大家说, 哎呀,你们千万, 不知道你在哪儿, 你家房子拍照片了。 我躲得完吗? 一个国家机器要对付我的时候, 想一件事, 我那么容易了吗? 我得买一个房子, 我躲不完呢, 躲不了, 何况海外的华人当中, 很多人都穿着马铁的人, 太多了, 特务太多了, 我躲得完吗? 我是阳光的, 他们是小人, 我怕什么呀? 我不在乎我的安全, 我不怕死, 我怕什么呀? 我还怕什么呀? 对不对? 我连死都不怕, 就当时我刘志华PK的时候, 我带着我的那个, 那个, 呃, 自杀完, 是不是? 这个, 清除完, 我就随时准备死的, 是不是? 我不在乎他, 但不用担心我安全的问题。 但是文贵倒下了, 推友们, 你们千万要坚持住, 你们要坚持到底, 一定跟这些贪官们, 一定跟这些道德嘴们, 战斗到底。 不叫, 你叫清华甲呢, 是药, 他叫, 那个叫什么, 叫快乐清华丸, 快乐清华丸, 快乐清华丸, 这药是德国做的, 和以色列做的, 很小, 这扣子里面, 放嘴里面, 一咬, 绝对全身, 马上, 一秒钟内整个人完蛋。 这个, 这东西不能送给推友们, 送你们美人一日, 那他了不得了, 出大事了, 咱让盗国贼们用去吧, 咱们不用。 希望文贵以后再不用这东西。 我希望今天, 这个推友们好好商量上来, 这个怎么建一个华人的赶美节, 我认为这个很有意思, 这个让我们大家可以聚会一起, 我希望这个赶美节, 有一天让我们大家, 在纽约, 我们所有的华人能再相聚一次, 老老少少全来, 这个看看谁愿意出面挑这个事啊, 我是觉得不出面挑, 谁愿意挑, 我愿意经济支持。 第二个, 我觉得推友们要记住, 咱们要行动, 不要光听文贵说, 文贵的力量很小, 这个文贵是好是坏, 你别管, 别评价郭文贵, 郭文贵是猪是狗, 是畜生是骗子是流氓是杀鱼饭, 跟我指定别人告国贼, 别人是骗子, 别人腐败没关系。 卸美节也行, 大家想一想吧, 好不好, 大家想一想。 然后呢, 我长老天就说了, 从今天起呢, 因为我们要开这个投资会, 投资会呢, 就是我不能每天这样报了, 我大概一直要到五月底吧, 我现在像今天那样, 坐在这儿, 整个长时间跟你们说, 我每天, 我一定在那个推特直播上, 或者YouTube上直播上, 我说几句, 大概三到五分钟, 我也不那么正式了, 我给你们报平安。 但是像这样, 长时间说不行了, 大概, 因为我开了LP的会, 还有六月份是一个财务记录, 我们基金, 各方面都重现董事会, 现在那个叫洪通啊, 他还在那顶着呢, 我要洪通呢, 我得把我这个, 我得把它这个, 持掉很多董事, 很麻烦。 当然对我也是个好事, 本来我也不想参加, 挺累的, 我赚钱就行了。 大家对五毛一定要积极打击, 叫他们绝不能五毛在那边生存, 只要有积极打击。 再一个, 有几个网友说了, 他们可以查出五毛的那个, 网址软件, 我希望你查出来以后, 我付你钱, 咱们对他们这个, 绝对要不能说话, 这点没有仁慈, 对待五毛他们的网址, 还有他们的这个家庭情况, 全部咱们网友们, 咱推我们, 集体, 咱们这个人师他, 找出他以后, 就让他没法生存, 让这些五毛人害怕, 只要在这儿捣乱的, 咱们就开始对他进行, 绝对攻击, 集体, 力量把他灭织。 咱们不要把六四民族感恩节, 端一些, 不要啊, 咱们就是, 咱们就是, 真正的这个, 杏美节, 还叫感恩节, 咱们好好找个好日子, 好吧, 然后呢, 这个东西, 我可以出钱, 谁愿意挑头, 请告诉我, 你一挑, 你站出来以后, 这个退友们都认为你行, 咱们就开始干这个事儿。 哎, 我觉得杨建立先生不错啊, 我强烈会杨建立先生出面, 搞这个谢美节, 因为杨建立先生家人, 还有蹲监狱, 美国人一般你得救出来, 我觉得, 应该搞这个事情, 希望杨建立先生站出来说话。 说桂田美国节, 你看这土毛骂我们的, 桂田美国节啊, 这个退友人在骂, 你骂吧, 你骂吧, 等哪天你跑出来, 你来美国的时候, 你就知道了, 你犯下错误啊。 杨建立是公民, 他是公民不知道。 太好了, 你说这看了跟这沟通多好, 哎呀, 这过未来两周, 我这全力以赴, 都准备开会了, 就不能长时间聊了, 两周以后了, 好不好, 这个谢谢各位了, 大家随时每天我会发推特的, 咱们推特上见, 好不好, 两周后再坐下来, 长时间的报平安视频。 所有的推友们, 所有的推友们, 希望大家注意行动, 注意行动, 一致行动, 还要守法, 还要守法, 我们的行动, 我们的守法行动, 将是我们一个最良好的开始, 然后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。 然后, 郭七条, 是我现在文贵倡导的核心价值, 我希望对推特党, 还有这个赶美节, 谁站出来, 请说话, 关于那个向北大, 要求两条讨伐的事情, 要真相的事情, 希望夏业良先生和刘刚先生, 尽快能协调好, 然后呢, 咱们可以开会, 继续进行, 可以给推友们交代。 接下来的这两周, 我全部都要开会, 这个, 我每天会想念这种长时间沟通的方式, 两周后, 文贵会回到这个桌子上, 再长时间给大家沟通, 我每天向你们报平安。 再次感谢所有的推友们, 对文贵的关注, 对文贵的关心, 这个文贵, 给文贵三年时间, 不要过早的评论。 三年后, 我希望再给文贵一个评价。 谢谢大家, 祝大家全家身体健康, 万事如意,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。 谢谢大家, 谢谢。